257名報 《古災霞》 香港原勝深圳上海 2015年7月10日觀點A38觀點短打增至豪今年5月 中科院發表了城市競爭力藍皮書 深圳競爭力首次超越香港,成為中國城市第一名 上海緊守第三,不少人遮機抽水,勸香港暫緩政治爭拗 向大陸的經濟發展模式學習,最近中港股災 深港湖三地都市重災區,正考驗三個城市的應變能力 一看之下,上海深圳始終還是中國的城市 擺脫不了黨的計劃經濟 香港,亂中有罪,沒有破壞遊戲規則,沒有輸打贏要 大陸致名經濟學者何稱連說 中國股市是億台由政府操控的財富榨取機 它分析縱西股市的分別 中國政府是股市的操盤手 用各種政策與方式調節股市的漲跌 而美國政府只作為股市的看守者 不容扯到美國,單單以香港作比較 當中港兩地股市連日急跌 香港證監會發表聲明,強調證監會主要工作是 確保市場有秩序地運作及金融市場穩定 港元,而中國的證監、國資委各部門 卻連續出招,暴力救市 做出一些國際投資者感到匪夷所思的行為 要求證券商出資託市 不准沽空 要求鄉企擔社會責任 不得減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純粹商業買賣的戰場 但由於黨一直把股票市場作為政策工具 幫助國企脫貧、雜資、圈錢 於是股票市場的升跌不再單純的輸贏遊戲 而變成了國康事件 股市暴跌被解讀美日對中國的金融攻擊 破壞亞投行的成立 為了打倒外國勢力 輿論要求股民用外國主義的心情 入市救國互盤 你能想像有一天 你打電話告訴經紀 估出全部XX股票 對方回答你 你這個港姦 竟然不和香港共同進退 我不會幫你沽盤的 我慶幸 我生活在競爭力輸給深圳的熱線城市 國際香港 那是最有趣的 我擺有什麼 你不願意 我會想像 你在海產業 我可以實現 我不是在海產業